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出未来几个月会落实多项优化措施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兆波向全体员工发内部通讯 说会为机舱服务员增设服务文化培训 以配合现有培训 所有机舱服务员都要参与 又会扩大普通话服务 优先在往返内地的航班 增加讲普通话的机舱服务员 其后逐步扩展去到其他航班 国泰也确保每班往返内地的航班 8月起有普通话机舱广播 而写上机舱服务员的名牌上 也会显示出可以提供服务的语言 包括普通话和其他亚洲地区语言 机舱服务员如果能讲到多于一种亚洲地区语言 包括日文、韩文、泰文等等9种语言 并且达到中高级程度 可以每个月获得额外的津贴 国泰又说随着讲普通话的乘客不断增加 7月开始会在内地招聘机舱服务员 扩大普通话服务团队 强调机舱服务员团队仍会以香港员工为主 上个月有内地网民在社交平台声称 坐国泰航空时有空中服务员 怀疑歧视非英语乘客 事后国泰就事件自协 并且解雇三名空中服务员 公司也成立跨部门小组深入检讨企业文化 推行改善措施 NOW TV记者李春进报道 郭夏朱伟有听过《香港Morning Glory》的 我一早说给大家听 整件事我的阴谋论就是 你要扩大请一些大陆的员工 去代替本土的一些空中服务员 又被我说中了 记不记得 我不是说过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有个借口可以请多些大陆的 Fight Attendant 如果大家可以重复 以前《香港Morning Glory》里面的一些 prediction 那又被我说中了 其实就没他的 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东西 又用到国家机器 又有胡锡进 又有党媒 再加上李家超 你怎么帮口 你国泰烟能不贵 你一不就不要做他的生意 那你还要走国内线 那你国内线里面 你要服务中国市场 你就要跟着中国规矩 是吧 那你里面的人不认识这些大陆 那怎么办 那你作为一个管理层 就是说真的 用日本人在一些游客区 去serve你的大陆游客的餐厅 他们就很简单了 你喜欢杀东西 你喜欢搞搞阵 我就找一些大陆人去serve你 是吧 那我就唯有 也都是根据这件事件里面 香港的朋友也都不一定 那么喜欢 吼你老妹在走国内线的了 那我又可以有个机会 又减轻一下那些人工 我就在大陆的国内线 好了 白猫哥哥 先休息一下 是吧 然后跟着 吼你老妹在国内线 就请大陆空姐 是吧 那就请大陆的毕业生 那些国内线 就找大陆人去serve你 吼你老妹的大陆游客 就很合理了 但是 again 那我们香港人 又是少了 吼你老妹就业的opportunity 第一 你搞到这个环境很hostile 没有本地人想走这些的线 是吧 那第二 吼你老妹 你又想cut cost 那你就吼你老妹 搞一些便宜一些的 那就serve回他的责任 有益管 是吧 我找回大陆人serve你了 是吧 吼你老妹 是吧 那 吼你老妹 你又满意了 又回答了中国的这些要求 好了 遲些 稍微有良知 稍微有吼你老妹 又想头的那些年轻人 还会不会找你葛太公来做呢 当然不想做 是吧 吼你老妹 我去开空姐 吼你老妹 不要烧肉饭 好 吼你老妹 吼你老妹 走去做 柴楼里面那些高级的侍应 赚得多些 我曾经有盘饭 那一盘饭 不知道收拾了没有 Vincent带我去吃过的 在中环那边 又喝靓茶 又吃一些精致的甜心 那时候的卖点 就是找一些 吼你老妹的凌凌空姐 去做waitress 又懂得Serve人 又两文三语 吼你老妹 你给小费 你给提示 你也吼你老妹 起码给15-20% 职一下他 吼你老妹抄牌 混一下他 那就是 有能者的 自然就会离开 那就是 换句话说 你国泰 我真是很想看 你请了这么多的大陆人 你将来公司的培训 各方面的东西 你怎么办 好了 更加有一件事就是 你请了这么多的大陆人 回来 那这群大陆的员工 还会不会加入 你本地的这些工会呢 只要你到最后肯定不想会 是吧 那你的工会的影响力 就越来越弱雞 越来越奔舟 那你怎么发动 就是空中服务员 再搞一些工业行动 影响郭泰的这个 这一个管理层的一些 的 decision 那大家就明白了 是吧 但是 都是说一句 你香港 只要 你再黏着 是吧 好 大家就可以见得到 老鹅一看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我就已经猜到他 根本 他就要你这些耳 去请大陆人 搞谈的大陆奉 牺牲三个空姐 那三个空姐 说话 那些的声带 怎么会你这么容易流传出来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对不对 好了 最后了 讲完这个新闻 始终充不过2,200人 但有2,100 鬆点 那就算了 都心满意足了 我们看看 拜登 摸波底 最近在社交平台广传 美国总统拜登的一段影片 她在6月15日 在白宫出席放映会活动 并和美国女星伊娃郎哥利亚拥抱 不过拜登放在她腰部的大手 以此迟迟不肯接回 而且手指还疑似触碰到对方的空暴下缘 所行的是 伊娃郎哥利亚毕竟是见惯世面的演员 她随后笑着抓住她双手 并且顺势向后退了一步 有不少网民看完片后 都认为 拜登有试图触碰她的空暴 那当然 我会在《十年血泪史》里面 讲一下 MHK曾经有位主持人 最喜欢摸波边 插波底 这个动作 年纪大的人 原来真的很喜欢摸波边 和插波底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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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个女星就是做Desperate Housewife 那个女孩 我没有怎么看她的电影 但拜登就懂得吃 就是 插手 拉腰 拉腰就是食指向上移 是吧 按摩波底 那些女孩 向上移 那些女孩就很聪明 按摩住她的手 一步就退后 那些女孩就拉开她的手 摸波底 和托波底 有没有分别 摸波底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拿食指 来摸 托波底 就是不拿尾指 是浪的 大家要 你一步就拿着 托波底 你就拿美指和一日无名指 托 是吧 OK 摸波底 就在下面这样 然后就这样摸上去 这两只手指 这样摸上去 摸波底 和托波底 是有少少的分别的 性质是一样 OK 但是呢 技巧 和运用的手指 那种 应变 就有不认同 OK 所以 大家 这位老爷 就是 见到女人 小妹 各方面的东西 都 忍不住 他 可能是延期大机器 就是好像本能 有时候你和老人家 去吃饭 很心急的 一上 就要吃 不想 就没了礼仪 一到年纪大的 我们都 平时都会忧他 算数年纪大了 他们的 动物性 和本能 就很随 即是 立即是很直率 去做那件事 那拜登 见到一件 这么好的质素的 四十多岁 他八十岁 对他来说 可能对这十多岁的 年纪起谈 见到这个美妻 哇 当然 就是这样 去托一托 波底 还有这个 牛仔射箱 这一种 的 gesture ok ok 这样去托 托波边 通常就是这样的 拍一 手很高 一下子就抱着腰 抱着腰 就这样 推上去 托波底 ok 但是 他们就会常常说 哎呀我不认识 你波大 或者借一些椅子 就说 一摸下去就 你碰到 真是sorry 那样 他扮得好像很友善 笑口时时又有魅力 但是其实 就实际打人家主意 所以呢 我现在呢 我都 譬如有女粉丝 埋身拍照呢 我有时候 他们都会黏着 或者尽量 都会退开一点 就是你不能知道 我试着和别人拍了一张照 那女儿琴了 然后接着有一只脚 就跨着我 那我做了些什么 那我就已经被人说 我性侵 你没有粉丝了 那你 我说真的 我要性侵 女儿 我会有钱的嘛 我洗了 你吃得这么低脏 吃粉丝 吃粉丝是含家产的 我最讨厌吃粉丝 我将来 这个十年血泪史 我一定会说 哪个吃粉丝 一定会爆 这样的情况 我最讨厌这一件事 但是 现在 最好的就是 保持距离 又或者 就是 我会这样子 站下 借我低头 就是站在他旁边 那两只手 我就会放在自己的大腿 或者腰那里 放在后面 又或者真的熟一点 譬如 尿小姐和朋友 那我当然会搭一下他的肩头 或者长者 一起亲密一点 去拍张照 但是 甚至我追伏了奇诺里维斯 奇诺里维斯 他就算他有这个 他就像有动气场 那样 奇诺里维斯 保留一串 是不能碰到个人 是吧 他是保留一串 不能碰到个人 甚至他高 他就尽量 不碰那些女孩 那我真的觉得 在他身上 我都学到的东西 就是 明知保身 又很紳士 又很有风度 所以有时候 那些女粉丝 你看到我想拍张照 是吧 就是 哎呀 为什么我不能搭你肩头啊 又或者怎么样 就是有原因的嘛 是吧 就是 说真的 是吧 就是这些男人 是吧 一有女粉丝 就又控又黏 又成成 我见了很多 稍后一定会告诉大家 是吧 就是说真的 是吧 所以 我希望大家 亦都不要太热情 一来手 就抱着我一时 拍照 那我就 站在那儿 不过我现在 我的姐姐 依依的fans 就是很好的 对我 就是对我后辈 有时候 就捉住我一手 去拍照 那我也OK 是吧 Anyhow 那 列大夫 我就没见过列大夫 吃fans 不是列大夫 OK 那这位老友 真的比较好色 而且我也觉得 他真的年纪大 年纪大 有些老人家的 那个杂姓 就是一见到那些东西 他喜欢他 就立刻去做 大家可能会和 你的家人 有时候去吃饭 都会见到的 譬如你见到的 那些儿工啊 是吧 公公啊 阿爷啊 那些东西一上 就立刻又要吃 回家 第一样东西 不敢说话 就是自己要做的 他们已经设置了 老人家 会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是吧 会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所以 你不要怪老人家 有时候 怎么这么心急啊 他们已经老了 会是这样的 而我认识老人家的思维 你一见到 拜登 他天生 就是一个 陷家产的咸虫 所以 老人家 已经控制不了他 那种本能 他一见到 那样东西 就立刻 去那个方向 出发 所以就是把这些 的表里 在食尚难看 表里 表里 在嘎嘎声 去冲行他 表里 看好东西 就摆入口 那种的性格表露 无谓了 那么今天差不多了 那么 一千一百个赞 二千一百 一十几人 在这个check room里面 多谢大家的支持 多谢大家的 支持 多谢大家的 支持香港Morning Glory 那么 星期三的 这个早上见 今晚我抽些时间 会录录 这个布林肯 访问中国 究竟是跪下 是否有没有 最后通牒 还是 先离后兵 还是怎样 我会有一个看法的 OK 那我就 Anyway 今晚也有列大夫 中医教室 以及 这个 十年血女士 我会讲一下 粉丝 就是 我们为什么MHK 会侵了这么多粉丝一起玩 而在粉丝里面 侵了进来 会带出什么好的后果 和不好的后果 那 当然 就是 在当中里面 我曾经见过 什么的麻烦 为什么 也有很多朋友 其实都是 网民变了 今天我们的手足 兄弟 包括 吊总理 吊总理也是一个网民 又变了我们的手足 韦哥 甚至超哥 也是 全部都是由网民开始 然后 就变了我们自己 中流底柱的朋友 甚至我们的 搞猫俊 搞猫俊 也是网民 无税自占 来帮我手 但是当然 也有些人 无税自占 来搞局 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到将来 你们会找一些义工 找一些人去帮拖的时候 你们自己 听老和屋的教训 自己可以 有一个自己的方案去应对 好了 今天就这么多了 记住了 如果这个星期 如果没订过爱民邦 这个星期五 就是最后一水 不会再翻货 去到这个星期五 之后 就要等明言请 早上就要到这个爱民邦 吃了 今天就这么多 星期三见 各位老友记 拜拜 各位MIHK的观众 注意了 由2022年1月1日 岳余谈只会上传到 MIHK.tv的网站 和Patreon 只供会员收看 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十条影片 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岳余谈的 可以去下列MIHK.tv的网站付费 和到Patreon注册会员